用一把切牛排的刀 把丝瓜的表皮刮一下 然后切段 然后均匀的摆在盘子里 大火蒸5分钟 把大蒜拍一下 然后切末 锅烧热 放到适量的油 烧到5成热时把大蒜放进去 淀出香味以后 放适量的蒸鱼骨油 再放一点生抽 浇在蒸好的丝瓜上 最后再用红椒和香菜点缀一下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就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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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